有请今天新鲜出炉的浙商总会会长马云 大家下午好 感谢大家的信任当了官 我上一次的当官是在1985年 当了杭州的师范学院的学生会主席 但是这个两个官在我看来本质上都差不多 都是要有一种担当的精神 要有一种感恩的心态 然后把大家团结起来 但我确实从来没当过上位会长 昨天我们选出来的是几位副会长 这个会议结束以后我们就开了个会 这个会上大家提了很多的建议 确实浙江企业家眼光独到 看法也完全不一样 所以晚上我也学习了很多 对未来我们浙商总会的工作呢 也有一些更多的希望和信心 尤其我们秘书长 政局长这个秘书长的能力 大家也都知道 一直为浙商呼喊 为中国民营企业呼喊 所以呢我相信资商总会有四年大家的信任 团结和支持会搞得更好 刚才我坐在下面听 学习了很多 也记了很多 但是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些看法 这个我以前是当老师的 我一直觉得知识分子很了不起 你要当老师有知识 当科学家都很了不起 当商人总觉得被人看不起 但我现在觉得呢我身以为要做企业家 做商人 因为商人这个东西不是学校里能培养出来 商人也不是这国家政府能够训练出来 说我培养多少个企业家出来 这是很难的 商人纯粹是靠自己这个市场的把握 独特的眼光 拼搏的能力打出来 商人在中国 来自全世界 都是一种稀缺的资源 我个人一定坚持的认为 商人就是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科学家和艺术家 这个我以前在公司内部讨论战略的时候 一些MBA别人经常讲 我们这个战略战略反而不对啊 不可以规模化不可以复制化 我个人觉得战略是不能复制的 任何能被复制的东西都是复制品 真正不能不复制的都是艺术品 就像我们这种脸长成这个样子 那叫做艺术品 对吧 这个人家美容做出来的 那是复制品 那是很容易可以做到的 企业的战略 对rated 对吧